对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 现在围绕着中国局势 一系列的政策 都在发生着一些 比较微妙的变化 这个变化其实是在武汉 前两天发生的这个事情 2月15号在武汉 不是有上万的退休职工 上街去抗议 郭总编那个抗议 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武汉2月8号 武汉曾经有成千上万的 退休老人上街 他主要是抗议医保改革 他们当时说 如果问题不解决 2月15号会再次上街 结果他们争取了 2月15号武汉看来 确实有成千上万的老人上街了 就是说他们把中山公园 当时官方把武汉中山公园 下午清藏了 中山公园在武汉汉口那边 最繁华的地带了 而且离政府都很近 所以有人呢 就公安板有人赶走了 有人被那个被老人被公安架走了 就当时有影响力的老人呢 他们中间 具体情况还不是说特别清楚 但是我们至少呢 知道有10万退休职工上街了 相当多 10万 当然这个数字还来自武汉的保守的估计 就15号当天武汉停了很多公共的地铁 公共汽车线路 当天那个也当然我们刚才说 有很多活跃的老人被控制了 不让离开住所 武汉当天也出动了8万的公安警察 基本上是军朝出动了公安 因为他们武汉呢 加上附近的县市 他有大批的资源的武警和加上辅助的警察 他一共有8万多 所以基本上都出动了 对武汉呢 可能本身警察就没多少 1000多万的人口估计也就 4万 差不多4万 所以他最后来了 从外面可能调到有6万过来 4万 就是他所以基本上都开始 下午 当天下午2点多 在松山公园开始清场 抓了多少人现在还不清楚 但是呢 武汉当局显然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我们的媒体采访了一些老人 他们表示这个抗争会持续下去 下次呢 可能是月底 就大连那边的情况也差不多 那李军你怎么看 好像这个政策和8号那一次啊 就是一个多星期前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这次虽然也是走出来 但是整个的环境呢 我看了相关的信息之后 我就发现跟上一次完全不一样 第一个呢 就是说原来人民日报是有一个文章的 就是批评了这个武汉的 说这个医改要恢复原来状态 批评当局了 批评当局 说这个你不能去伤害老百姓的利益 而且二十大的时候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要向全民医保上发展 而且要让民众有这种获得感 就好像获得利益感 这个正好是背道而驰的嘛 我现在用戏剧感 要现在是要整顿 但是这个文章 就是我今天去搜的时候 已经搜不到 然后搜壶上还有一个标题 就是说人民日报 为什么对这事情很震怒 然后我再搜的时候 告诉我已经被信删除了 也就是说人民日报这个 它这个文章被删除了 说明上面的态度已经变了 那么下面的情况呢 就是说我看到相关性 就从昨天和前天开始 整个的武汉的维稳系统 是全面启动 那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街道 网格员 警察 纷纷去找这些老人 对吧 那甚至就是说这个学校 教育部门让这个给学校下任务 就让这个学校的老师 给孩子的父母打电话 要他们的爸爸妈妈不要出来 就整个这套系统的话 因为原来这种维稳系统 在上一次是没有启动的 对 那么这次呢 他就整个这样子拦着 不让这些老人出来 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有将近十万人出来 这说明这个民众 他的情绪已经非常的愤怒了 那么整个的这种警察 我看到说 这个什么市里面也好 他县里面还派出也好 说也层层立了军事状的 说不让他出来的 就不能出来 因为这时候再出来 如果你再控制不住的话 有可能会在全国产生反响 对 所以那么他这次呢 就是说我觉得武汉的老人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在这种重重压力下 还有这么多人走出来 而且他有些老人讲的话 比白纸革命还厉害 就是打倒反动政府 这是老人自己说的 还有一个人说的是 相信共产党就近火葬场 就针对疫情嘛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老人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 他说 他说现在大家知道 共产党要完了 那么他们他用一个词 这个词我还真的从来没听说过 他说现在中共随时要脆断 脆弱的脆 断开的断 所以脆断的阶段 什么国际社会 要做好准备 说不定哪一天共产党就垮了 这个可能真的跟他李军上次讲的 这个接受采访的很可能是武刚的 武刚的 讲的脆断这个词 因为他们的专业嘛 对是专业名词 所以他这种老人的表现 我看了这报道我也非常震撼 所以我说不管怎么样 但是他们也呼吁说特别有意思 正好这个郭靖在这 他说希望大纪元都关注他们 给他们一些支持 人家指望你呢 那我觉得大纪元真的是要去支持他们 让他们感觉到在国际上还有人在报道他们的事 来关注他们 这块我觉得这次真的跟上次不一样 差别挺大 有的朋友说这一批老人都是斗争经验特别 丰富的一批人 都是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的 他们也都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这一批人 怎么去斗 其实我看中共对付起来不容易 因为他们在受教育的时候 就完全是受了中共的教育的那些思想体系 比如毛泽东思的战略战术思想敌进我退 敌屁我扰 游击战 游击战 而且保存实力 他都会进退他们拿捏得非常有智慧 15号除了武汉还有大连都有老人上街 我们特别想问一下 郭主编你怎么看为什么是这两个城市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医保基金的钱不够了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就是我们有一张中国的医保的那个图 就是2020年中国各地医保的情况 数字是各地医保的基金能够维持多少个月的统计 中国有31个省市 情况最糟的是重庆 只能维持3.3个月 大家看到这个图上面 能维持7点 那个湖北的是倒数第二 湖北省 就是能够维持7.1个月 然后是辽宁7.3个月 像武汉的退休职工的比例比较高 它有全国大型的 原来武汉钢铁厂 它虽然合并了 但是最大的钢铁企业都在 五重 还有好多这种国家大型国营企业都在那里 所以和湖北其他地方比起来 它的压力就比较大一些 就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图应该是2020年的 经过几年的青年 现在情况是更紧张了 所以在中国的医保里面 有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是两个部分 个人账户它是自己交钱 就好像我们在海外 我们也交这个 保险费 保险费都一样 然后你的企业 你自己工作单位帮你交一些 你自己交一些 它的统筹是原来是 就是说政府交的 有企业给你补贴钱 你和政府投的钱 它是两部分组成 武汉过去几年 疫情是属于重债区 这次封城 政府的医保的基金 可能就不够了 所以要动用个人户口的钱 就是看病的时候 你就主要是个人户口 所以武汉的医保改革 推得很急 它没有钱了 所以中国这次所谓的医保改革 是全国性的 关键的问题 现在是钱不够了 就个地都缺钱 过去三年 青年花掉了大量医保 医疗保险的基金的钱 李克强去年在10万人大会上谈过 当时国际上都非常震动 它说各地防疫的资金 要继续想办法 中央没有钱再补贴 北京也放过话 就是说中央统筹的医保 不会向地方转移 就是它只会应付 中央要处理的事情 所以就是地方防疫花的 多花的钱 中央不会补贴 他们叫谁都还是谁去 谁抱回去 所以在过去几年搞清零 核酸一个星期要查一次 还要封城 还要花钱 雇临时工 就是我们知道的大白 每个地方都面临财政大漏洞 所以就要开始动脑筋了 动脑筋就是医保这份钱 主要是要动这方面 武汉也好 或者大连也好 它的整个动作和上次不一样 和上次不一样 全面 我觉得是维稳的整个方式方法 整个机制是全面动员起来了 我特别想 我想问一下老魏 老魏你觉得是不是 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这个维稳一定要从墙走向更强 因为他可能很担心 后面会有连锁反应 我觉得你看一个基本情况 从老中青这三个年龄段来想 老年人一般来说 可能相信政府的还比较多 思想保守的比较多 胆子可能也比较小 所以原来他们可能以为 这个老年人的事情容易平息 但是现在看来不是这样 全民愤怒在老年人这个年龄段 是一样的 而且这次你动了老年人的 那个医疗保险了 你直接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了 这些老年人本来就 生活就不是那么容易 挺困难的 尤其现在那个病啊很多 然后呢医疗保险支付起来 也很复杂 所以本来就不是很容易 问题就很多 现在一下你又要给削减了 你把老年人这个医疗保险的钱 也给拿走了 这个是动了老年人蛋糕了 老年人这一下也不能再坐着了 而他们其实呢 别看他们这里头那个胆子比较小 但是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呢 可能比白纸革命那些年轻人更深刻 因为几十年来他们都看着呢 就在身边发生的事情他们很清楚啊 所以共产党到底是什么德行 他们非常清楚 那么他们反抗起来 力度可能也非常大 而且会带动中青年起来反抗 所以在这个形势下 中共一下发现 它前面那个想以为老年人容易对付 这个判断是错了 所以现在就是又加强了这个维稳措施 对 对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衡量 主要是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的一个保护 妇女儿童老人 孟子就是说 老五老以及人之老 幼五幼以及人之幼 怎么样保护弱势群体 是关系到一个社会 它的文明程度的 它是一个标志 所以现在在中国 整个社会欺压的全是弱势群体 包括小孩像器官 像那个胡心雨那种的 都是孩子 还有那个妇女 像唐山烧烤店打人的事件 包括徐州铁炼女的事件 那是妇女儿童孩子 那这一次又动到老人身上 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感慨吧 那你觉得那个 老魏你觉得两个月前 它是白纸革命 都是年轻人 这次是老人上街 就说这个白发革命 中国社会是不是要进入一个 非常不稳定的这个动荡期了 已经进入了 可以说是已经进入了 因为这个老百姓的 中国老百姓一般来说 不喜欢闹事 比较听话 比较老实 全世界都是著名的 但是现在已经压抑的太久了以后 这个火药桶到了快要爆发的时候了 很多迹象已经显示出来 走向爆发了 那么这个 你像刚才那个李军先生也说到 有老人说共产党就快完了 脆断 脆断 脆断了要脆断 所以这种话都说出来的话 可以说老年人会给年轻人 中年人提供更多的智慧 使这个反抗运动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新的水平 那么是不是会爆发更大规模的反抗呢 我们从时间上看 如果不爆发 那么这个两会 两会如果没有弄出什么结果 我看恐怕在各个方面爆发大规模的 激烈的反抗 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可能很多人还在等待说 两会能不能把心里面弄下去 不少很多人还抱着幻想 说能不能换个稍微好点的 但是如果两会弄不出什么结果 证明共产党内部已经没有这种 自我纠错的能力了 大家绝望了以后 我想不论是社会上老中青 还是党内的上层下层基层 都会产生一个爆发性的行动 确实大家都可以感觉到 我记得有个老人他自己说 说其实现在就是说很多人没有工作了 然后民众很多时候手上也没钱了 如果真的到内部的时候 大家都真的让很困难的时候 谁还管得了中共怎么样 大家也就出去搏了 所以那个老人他说 那这个活动他认为 他认为就是说不会停止 因为你确实 大家本身就钱就很少很少 我有时候看到这些老人 就为了一个月 一百多块钱两百块钱 都要出来用这种方式抗争的时候 说实话看起来也蛮心酸的 就说明这些人其实生活上非常可怜的 你不是为了一千块两万块几万块出去拼搏 你就为了一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所以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都无法保障的时候 那民不畏死了 因为你想啊 武汉的这种退休职工啊 平均下来大概的情况 一年下来你等于医保少了他两千块钱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啊 因为中国的医保是这样 它叫职保和居保 职工保险和居民保险 现在2018年有改革 这个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也参加职保 但是除了职保给你的钱以外 政府还有医疗补贴给这个公务员 所以看你的级别了 如果你是这个副省以上的 基本上是百分之百全部给你出 而且那个规格非常高 规格非常高 如果你是这个处级以上的干部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都是政府给你完全补贴 这越低呢 当然补贴的最少都是百分之九十 如果你是公务员 或者是你是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 由政府的那个叫医疗补贴给你补齐了 所以那个职工保险的普通的企业的职工 它是没有后面这个补贴的 所以这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 那个点击量也非常高 就是一个女她就说什么我们 其实你们是你们 我们是我们 平时都说我们是什么血肉关系 我们是血肉长城 一进了医院 你们是你们 我们是我们 一进了学校 你们是你们 我们是我们 所以现在老百姓我相信已经清醒了 以前我记得老魏 我以前采访老魏的时候 老魏就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中国搞民主运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要把他们和我们分开 他们就是指那边 因为共产党也是这样 他说我党我国 我是什么这样 他就把我们全部连在一起 但实际上大家要分清楚 所以他说民主运动的最关键的就是 要把他们和我们 我们是老百姓要区分开 现在这个情况 是不是老魏 共产党习近平他们已经帮你做了 是啊是啊 你光靠民主运动这些人 你不可能产生那样的效果 但是你把老百姓逼到这个民不畏死的阶段了 你像这些老人 你已经逼到人家没法生活 就是他已经民不畏死 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这个社会不变化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是肯定要产生变化 而且在中国历史上 推翻政权的事情发生了几十次上百次了 你这个政权不行的话 就老百姓就起来把你推翻了 老百姓中国文化就有这种传统 在这个情况下 你又把老百姓逼到这种程度了 逼到那个民不畏死的这个阶段了 我想这个再往下走 能走成什么样 大家可以预期了 我想那个武汉的那些老头不都已经预测到了吗 共产党快完了 他们也看到这一点了 对 他们看问题可能比年轻人还要厉害一点 他们看到共产党快完了 政府倒台如果是因为泪滥的原因 它通常都是经济的原因 老百姓过日子 比如说辛亥革命 说起来是深中山的共和理想 好像是 但本质上还是经济因素造成的 武昌起义 新军暴动起义了 但它其实原因还是四川的保禄运动引起的 所以有的历史学家 他认为四川的保禄运动 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保禄运动本质也是官民之间的经济纠纷 四川人投资了修保存铁路 买了债券 投了钱 但是清政府没钱了 他就要收回这个公司 要割四川人的韭菜 结果四川人就造反了 所以我们看到东欧共产党倒台 前苏联解体 也是因为经济原因 这国家的经济太差了 老百姓反了 第二点就是政府的信用崩溃 不相信政府的现行政策 也不相信当局的各种承诺 尤其是社会普遍 就是对有权阶层的怨恨 这个情绪现在已经非常严重了 有人说中共控制很严 社会运动没有用 就是说没有用 其实当年东欧苏联也控制得非常严 也没有人相信它会突然会倒台 所以这种严格的控制社会 往往呢 就它严格控制的集权社会呢 它往往有一个临界点 没到这个临界点之前呢 好像没人相信它会倒 过了这个临界点 会突然发生变化 所以没有人相信它还能够维持 现在中国呢 距离这个临界点已经非常近了 你也不必须 对 这就是 距离这个临界点 более真正的 必须 更正的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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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